环保不能光靠明星来呼吁环保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 昨天有法国导演旅客被松监制的环保纪录片在全球同步首映 安宇轩作为特别嘉宾也出席了在台北的首映里 并且呢他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环保的行列中来 首部由旅客被松监制的环保纪录片 旅客被松之抢救地球 昨天正式在台北上映 安宇轩以首映嘉宾的身份出席发布会 那其实这部电影它又不同的角度从高空看世界 是有很多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今天可以来 我觉得非常开心能够担任这个环保大使 告诉大家一起做好 安宇轩认为环保要从你我做起 只要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地球 你应该不要这样子乱丢褐色 甚至当你看到别人丢 你哪怕顺手去帮它捡起来 那个人会觉得哦我不好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是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影响 你可能不用很哦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可是你一个小动作 那你会让大家整个都会改观 刚在大陆拍完《倚天屠龙记》的安宇轩 这次回到台北 也希望可以多一点时间陪陪家人 其实我刚刚就是在内地拍完《倚天屠龙记》嘛 然后回开玩想稍稍休息一下 那现在有几个偶像局在手上谈 对那大家可能都在猜测当中 那是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公布 因为还没有完全的确定 记者李爱卿 欧耀忠台北报道 谢谢观看